这位是咱们齐风娱乐的乔儿姐 这位呢 就是咱们圈里的老人 琴哥 这位呢 是那个我们新带的艺人 洛小溪 还请多多观赞 小溪啊 这位可不得了 这位呀 是陶然文学社的凯哨 手里拿着大把AP 凯哨 凯哨 好了 晚上就陪你 凯哨 我去 真是经受卡 干嘛啦 这位 阿曼 我家那个就是古莓冠 我先回去灌了 站住 你说 你叫什么来着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我 洛小溪 凯哨 你们 认识啊 第一次见面 洛小溪是吧 她家挺不错的 凯哨 你眼光真准 我家小溪啊 底子不错 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但是呢 她可有天赋了 嗯 想当演员 那就给我们见识见识 她有什么才艺 洛小溪 今天你可怎么栽子 我手里 江少凯 你又皮痒了是不是 你干嘛呢 去啊 凯哨啊 人家是新人嘛 怎么可能有才艺 不过呢 我倒是挺会扎针的 这第一次见面呢 我先敬凯哨一杯 以后啊 还请凯哨多多指教呢 我先干了 人家都干了 凯哨盖你了 就让我倒是不错啊 哎呀 乔姐 你看人家都喝完了 凯哨也不喝 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新人的吗 凯哨啊 这欺负小姑娘 就不对了 哎 凯哨 你可不能给老哥几个丢人哪 喝 必须喝 凯哨 凯哨真是好酒量 来 你再喝一个 这第二杯呢 一回生二回熟 好是不得成双嘛 来啊凯哨 来啊凯哨 干 谁怕谁 喝 继续啊 继续就继续 嗯 二位去哪儿啊 回我家 回我家继续喝 喝酒喝 谁怕谁啊 我家 我家 我家在哪儿 航空馆场六号楼 好嘞 呜 你再看一下试试 你再看一下试试 现在就看 你能怎么样 我吃 走你 交手开 交手开 你可是闯大火了 走 昨晚的事 是一场意外 对对对 多怪 多怪我一时冲动 你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好吗 不对啊 我告诉你江少开 我洛小夕是不会对你负责的 你趁倒死了这条心 洛小夕 怎么 还想接我洛家的门 做梦 你还分裂不是人 小夕开门 姐 小夕 还好我有钥匙 姐 这是我家钥匙 我这什么情况 我 没有人在家吗 姐 你回来了 小夕你在家 你跟陆总玩得怎么样呀 还行吧 这么大二天的 你裹个被子干嘛 我过两天有个试镜 我在找创作角色的灵感 演个什么样的角色啊 裹得像个粽子一样 对啊 就是个粽子 你干嘛 你干嘛 我回家啊 陆伯燕还在楼下等我呢 对对对 小两口就是要多多接触 好好培养感情啊 开玩笑 你干嘛去 我进去收拾东西啊 你怎么今天奇奇怪怪的 别让陆总在楼下久等 东西我给你整理好 立马给你送过去 不用麻烦了 让他等他也没关系呢 姐 哎 完了完了完了 被发现了 哎 怎么没动静 你拦着我干什么呀 我要去收拾东西呢 我出去了 宋敬安你看 啊 不小心这个包幕狂 快撤上快撤上 啊 啊 啊